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沐军校一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冷心 1938年9月2日 日军161市团长一东正喜 认为进攻秀峰寺国军阵地的障碍已经扫除 所以打算彻底包抄歼灭 在红花间万山寺一线阵地的52师的守军 日军先是以骑兵小兵队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国军守军埋伏在树林中 向着日军的骑兵猛烈地射击 击毙了十几匹马之后 日军的骑兵归缩了回去 接着日军的飞机就飞到了袖峰丛林的上空 盘旋扫射还扔下了毒气弹 国军守军防毒面具比较少 只有师部和部分的军官配有防毒面具 士兵中毒多有伤亡 部队开始从树林中往后山撤退 到了中午时分 毒气散尽 日军开始大规模的进攻 数量战车在前面开路 上千名步兵在后面跟随 最后是数百骑兵发起了冲锋 守军迅速下山 冲到了林中第一线的交通河内 迅速组织兵力猛烈反击 市长冷心这个时候打电话 到军指挥部 想报告战斗情况 但是电话仍然打不通 冷心这个时候不知道的是 之前日军曾经派了一个小分队 在夜间潜入到黄龙山西路 国军的后方 剪断了电话线 破坏了通往军指挥部的通讯联络 那么冷心又打电话给西姑陵附近190师指挥部 这回电话通了 冷心报告说日军已经大量增兵 52师支持部队 要求军部立刻派兵增援 并且要求190师帮一把 190师的市长梁华胜得到报告 立刻派出通信兵 持马飞报给军指挥部 但这个时候梁华胜的190师 也已经无兵可调 仅有一个营的预备队 在师部驻地担任警戒 全师的主力正部署在东谷岭 西谷岭一线阵地聚首 丝毫不能松动 190师190团 则正在东谷岭左侧二线高地 和日军的149连队激烈地交战 而在东谷岭南波阳湖上 日军157连队也正分称着 几十艘汽艇在游艺 他们静观着师台的变化 四级准备实施登陆 进攻国军东谷岭南路阵地 那么军指挥部在确知日军 已经大量增兵之后 决定改变部署 9月2日下午 军长叶赵命令华镇中的 160师408旅 离开爱口街 归宗寺一线阵地 沿着德行公路 前进到观音岩附近的张家山 彭加湾等处 接应五十二师 同时又命令159师第一旅 街坊爱口街 归宗寺等处的巨点 当天下午 日军加大了进攻的力度 修风寺的国军守军 渐渐支持不住 冷心下令 秀风前沿阵地的第一营 撤退到张家山 彭加湾一线 和160师的408旅会合 他自己则率领着炮兵连 特务连一步 从秀风寺后山的黄岩寺方向撤退 冷心撤退的时候 孝岩和尚正率领着僧众 再拆除最后一块大唐碑 那么严真卿的大唐碑 是庐山最珍贵的书法碑客 孝岩和尚怕日本人把他夺去 所以前两天已经将其中的三块埋藏了起来 五十二师的官兵要走 孝岩等僧众不愿意撤退 他们以为信奉佛教的日军不会伤害他们 那么冷心率部撤退之后 日军的骑兵数百人冲进了秀风寺 杀害了秀风寺所有的僧人 冷心得报之后 下令炮兵轰击日军的骑兵 炮兵连在黄岩附近架起了几能凯击炮 轰击寺内的日军骑兵 当时日军人仰马翻 日军攻下了秀风寺 那么国军万山寺阵地 就成为了一个孤立的据点 日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 朝万山寺发起了进攻 四日清晨 日军101连队出动了两个大队 一个炮兵中队的兵力 一共是两千多人 一路从洪花间 游东向西进攻万山寺 一路从薄鱼山向北 进攻洪花间阵地 一路从秀风寺附近 游西向东进攻万山寺 万山寺是庐山五大佛教丛林之一 有着一千年的悠久历史 这个时候万山寺也成为了五十二师 最后一个据点 万山寺和附近的洪花间阵地 上有五十二师和160师 1500多名官兵守卫 寺内和附近的树林中 还有200多伤兵 还有五十二师的后勤机关 也站医院 五十二师的副市长唐云山 团长顾锡九等人 也都在万山寺内 万山寺群山环抱 南面的洪花间是他的屏障 中间有一条狭窄的小山冲 由东北方向通往万山楼 守军的兵力主要布置在 洪花间一线 在洪花间南面的中部 北部和西部 都布有机枪阵地 山北面的万山寺小山冲 入口处的丛林中 国军也有足够的兵力把守 西南朝着秀峰寺方向的山口 也布置了相当的兵力 日军进攻万山寺 先是要避开洪花间正面阵地的火力 由东西两个方向进攻 日军在小山中冲口的万山龙附近 架设了山地炮和凯地炮 开始向万山寺这个千年古次发炮轰击 1938年9月3日的清晨 日军一共发炮数百发 炮击使得万山寺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日军在炮击之后 向着东西两处谷口进攻 但是呢 无法突破国军守军的火力封锁 一时之间攻不进来 所以他没有转攻正面的洪花间阵地 企图通过占领洪花间的制高点 居高临下 避开两侧国军火力的威胁 占领万山寺 日军就向山间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52师的国军官兵 怀着对日军的满腔仇恨 奋力反击 战斗达到了白热化 双方都是伤亡惨重 日军一夜几乎接近了山间 形势十分危险 52师副市长唐云山 把寺中的一百多名青商员也组织起来 进入阵地继续战斗 这才压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 在战斗的艰难时刻 万山寺的僧众 冒着生命危险 为洪花间阵地上的国军官兵送水送饭 并且帮助守军运送伤员 掩埋遗体 送经超度 到了晚上 军指挥部派来了传令兵 下达了换防命令 要求52师余部 在9月3日晚上10点之前 全部撤出战斗 由160师468旅两个营的兵力接防 当天晚上10点之后 160师468旅上千的官兵 爬过庐山南路的崇山峻岭 来到了万山寺 而52师余部 则经庐山拢 去横堂铺集结休整 1938年9月5日前后 52师师长冷心 在横堂铺对52师进行了集合点名 只剩下了1700多官兵 在这次战役中 该部有3300多名官兵 阵亡或者失踪 1938年10月 冷心调任军政部 第22补充兵训练处的处长 辖四个团 驻浙江省江山县 1939年1月1日 因为冷心和顾铺同是同乡 冷心又调任江苏省政府委员 兼江南刑署主任 刑署住在安徽屯心附近的梅林 属于江南地区 那么代行省政府的职权 在军事方面 冷心还兼任江南挺进第二纵队的司令 江南攻击军 左路军指挥官 江南野战军指挥官 四月份 行属随着部队推进到了立阳县 在立阳山鸭桥 双西林等地办公 冷心先后 组织和创办了江南医院 江南日报 江南修卸所 恢复了他辖区内各县各级学校 来教育和培养 有之抗日的青年 同时呢 帮助从沦选区逃出的青年 先后创办了学校 有在宜兴县创办的江苏省立 第五临终 高纯县立临终 省立江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临时小学 以及各县立中小学 冷心对于教育很重视 他曾经亲自兼任过 省立第五临终校长 还在宜兴办过 念旧中学 1939年6月 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 到达了江南 和肃毅的先前部队会合 1939年冬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 总部就设于 黎阳水溪村 陈毅任司令 肃毅任副司令 那么与此同时呢 国民党第三战区 就成立了第二游击区 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 兼任司令 冷心任副总指挥 负责实际的指挥 他先后指挥过五十二师 六十三师 四十师 新七师 新十师 新二十一师 独三十三旅 中义救国军 江苏保安第一纵队 保安第九旅 还有就是新四军的 第一第二两个支队 和挺进第二纵队等部队 也就是说 陈毅和肃毅 按照编制上来讲 他们属于冷心的下属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冷心和新四军的部队 实际上可以保持表面上的良好关系 陈毅和肃毅曾经数次去鸭桥冷心的指挥部参加会议 还曾经和冷心一起阅兵 有过接触 那么实际上 蒋介石和顾祝同 是派冷心来牵制和监视新四军的 他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要限制苏南新四军的发展 因此表面上看 双方还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但实际上 攻心动脚层出不穷 这里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 说有一天 陈毅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让他率领着手下 去担任其他地方的防御任务 而下这个命令的正是冷心 对于新四军来说 要去做防御任务的那个地方 地势平坦 而且新四军当时兵力比较少 又没有好的武器装备 遇到日军基本上是没有太多战斗力 对于这样的部署 当时陈毅觉得就像是一个阴谋 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任务 冷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觉得陈毅不服从自己的调遣 气得破口大骂 按照当时国共双方的合作协议 里面提出国民党的确有权 对共产党的军队进行调遣和指挥 那么共产党也有权利 根据他们的要求来看这个命令合不合理 所以呢 陈毅在拒绝了这个命令之后 就带着一些人去找冷心 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安排 去了之后 他们被请到了当时的指挥部 见到了冷心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寒暄了两句 算是比较愉快 但紧接着冷心就问 这个命令你们为什么不服从 这个没有什么商量余地 那么陈毅直接就回了一句 我今天就专门是为这个命令来的 这个命令太不合理了 随后陈毅就要求冷心说明白 这个防御任务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把话一定要说清楚 如果解释不了 就只能去见他们的上级领导 那么冷心和他的下属就说 这是军事命令 一定要遵守 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 而且有人就直接指责 说新四军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 不完全服从国军的调遣 不诚心实意的合作 那么陈毅呢 就与新四军组建之后 所进行的大小战斗 以及其中所经历的事情 来证明新四军并没有保存实力 不攻打日军 那么在陈毅这种 以礼服人的态度之下 冷心同意 去核对 他所下达命令的客观可行性 那么最后呢 冷心终于承认 这是他们部署上的失误 因此就撤回了 他原来的那道命令 后来又有一次 韩德奇在苏北 感到手下的人员不够用 就再三打电话给蒋介石 请就派一批青年去苏北 蒋介石就从西安军官学校 调来了50个江苏籍的毕业生 由重庆送到位于江饶的 第三战区司令部 那么这批人怎么送到苏北呢 顾祝同就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冷心 让他负责 护送过江 保证安全 冷心对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 所以只好把沿江各县的县长 和县党部的人找来 问他们是否能够胜任 这些人呢 要不就是与新四军有联系 要不呢 就不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都说干不了 那么冷心的幕僚就建议说 不是说新四军有一些部队 过江了吗 要不要请他们帮个忙 因此冷心就把陈毅和素玉 请到了指挥部 一天要送人过江 陈素当时一口回绝 因为当时日军正在封江 送过人过去非常的难 那么冷心再三再次的说好话 那么陈素最后也拗他不过 这样才勉强答应下来 商定之后 冷心就把这批毕业生 送到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准备等机会过江 过了一个月 新四军果真是一个不少的 把这些人全部都送到了苏北 但是过了不久 顾祝同却给冷心 转来了一封很长的电报 电报是韩德琴发来的 冷心莫名其妙 看下去才知道 那些毕业生 虽然在新四军的江南指挥部 才待了一个月 但是耳无目染 到苏北的时候 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雍共分子 韩德琴直接就责怪冷心 说我让你给我护送一批 纯正的青年 你怎么把他们送去 给共产党训练 冷心收到电文之后 火冒三丈 但他也是吃了一个哑巴亏 他对于共产党的正空工作 有了切身的体会 不过冷心当然不是无能之辈 他到任不到半年 就已经把江南三大行政区 和26县的人士 全部做了安排 重新成立了各县的新政府 县党部 还建立了保安队 而且他也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 上任之后 他就从后方带来了一批正规部队 而把这些部队和地方武装相结合 编为江南挺立军 那么在冷心站稳了脚跟之后 他就开始转手备攻 他所掌握的县保安队 和新次军不断的发生摩擦 那么正是因为冷心 在限制新次军发展上 做得非常到位 这就迫使着陈素 不得不考虑新次军未来的发展方向 素玉很早就前瞻性的意识到 新次军的发展必然会造成新次军 和国军发生更大规模的军事摩擦 但是新次军如果不扩充自己实力的话 那么将来面对国军的进攻 将没有还手之力 素玉很清楚 当时的新次军还打不了大仗 早在恒军时期 素玉就积累了很多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他认为一支部队要打大仗 至少得具备一天之内连续打三仗 击垮三路敌军的能力 而从当时新次军的编制状况来说 每个步兵连都不满员 一个连才三四十个兵 多的时候也就五六十个 几仗下来 连长就变成了班长 根本没有办法再进行作战 而且打大仗不是游击战 打得了就打 打不了就走 这说的容易 但是一旦大兵团作战 这么多人如果打得不好 离时想走是走不掉的 素玉的想法是 在几个月内 把新次军的兵力再扩军一万 这样能够保证每个连有120人 但是新次军如果这样扩军的话 那么冷心一定会干预 那么为了迷惑和麻痹冷心 1940年4月中旬 陈毅主动致电给冷心 请冷心派药员来新次军指导抗战 冷心也很清楚 所谓指导不过是面子化 实质上呢 还是陈素 想借此缓和彼此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冷心就派去了自己的一位 亲信幕僚 那么这次试探兴致的会面 那位幕僚就带去了冷心的原话 说陈毅可以算是一位当代英雄 你的历史 才智 战功 都不在夜象之下 只要态度再表示的积极一些 担任一个军长是容易的 当然这个给陈毅的高貌 实际上是居心不良的 那陈毅也是哈哈一笑 说我在干南三年命都不要了 到现在连家事都没有 哪里会去想什么神官发财 那么陈素向冷心转达的意思也很简单 新次军希望的是江南大团结 不是齐国争雄 更不是要摆鸿门叶 时间之后 冷心本人应邀再次做客 新次军的江南指挥部 经过这两次的会谈 总算把原先面对面尖锐对立的形式 给缓和了下来 但是这种缓和还是暂时的 因为新次军一定要扩充自己的实力 而冷心固住同探们 是一定要限制新次军扩充自己的实力 这个矛盾是根本性的 是不可调和的 因此局势的缓和只是暂时的 那么陈素所率领的新次军 想在苏南有所发展 基本上因为冷心的存在 而可能性很低 因此呢 陈毅和素玉就把眼光投向了苏北 苏北地处上海 南京 迸部 徐州的侧备 盛产 粮 棉 盐等战略物资 这也是日本侵略军 华中和华北 两个战略集团的结合部 在苏北坚持敌后游击战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过这个时候 苏北已经有国军 在这里进行敌后作战 这就是韩德琴的部队 不过陈毅看到 韩德琴虽然有15万多的军队 但是派系繁多 各部队之间矛盾很深 难以统一行动 除了韩德琴 在苏北 还有二里一臣 二里就是李明阳 李长江 一臣就是陈太运 我们之前呢 给大家讲过陈太运 那么这几路 国军之间 各怀叵测 名战斗 这就给了 陈毅和素玉机会 他们决定 利用这些部队之间的矛盾 打开苏北抗日的 有利局面 1940年5月8日 陈毅向党中央报告 说解决苏北问题 应该先从韩德琴下手 那么党中央也明确地提出 陈毅部队应当加紧 向苏北发展 陈毅的设想是第一部 新子军江南指挥部 率领主力 迅速地转移到苏南 第二部呢 从苏南渡江北上 1940年5月17日 19日和27日 陈毅三次报党中央和向英 促请新子军军部 以及苏南的主力 迅速向苏南转移 5月26日 党中央也致电给向英和陈毅 不仅同意了陈毅的建议 还明确指示 苏南军部 以速移苏南为夷 之类我们就可以看到 新子军军部向北转移 最终导致 网南事变 其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新子军 想要扩大自己的实力 当时唯一的选项 就是向苏北发展 而向苏北发展 就要和韩德勤 起冲突 同时呢 新子军也要北移 这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以顾祝同 冷心 韩德勤 为首的第三战区的 国民党嫡系部队 他们自然不可能 让新子军 随意的扩大自己的实力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的 要把陈毅指挥的部队 阻止在江南 形势非常严重 实际上陈毅所率领的八个团 已经有四个团 到了苏北 江南只有四个主力团 而且这四个主力团中 只有一个团 留在了苏南 协同地方武装 坚持斗争 其余的 也全部都已经开服了苏北 这就意味着 江南新子军的兵力 分外的薄弱 陈毅当时曾经请求 从苏北调两个团到江南 来应付国民党完军的进攻 但是中央书记处告诉陈毅 四个团的主力 仍应留在苏北发展 但是可以酌情 抽一部分 加乡苏南 但是形势变化得很快 苏北叶飞所率领的艇军纵队 前有日军 后有韩德琪的满军 而南下增援的八路军 一时间也上不来 处境非常险恶 苏北的兵力也很单薄 当时刘少奇 曾经致电给党中央 说叶飞的部队身为孤立 有被韩军消灭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陈毅只能把加强苏南兵力的希望 寄托在新四军军部的东夷上 这也是为什么 中共中央反复催促向英 移动新四军军部 但是向英迟迟不动 新四军军部不见东夷 而冷心的部队 正在向陈毅的江南指挥部 步步逼近 6月4日 陈毅致电给党中央 请党中央敦促向英 率领新四军军部东夷 6月10日 陈毅再次向党中央报告 说冷心的部队 已经对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形成了大包围 苏南新四军的力量不足 不能突破 决心东夷 到京户县 大举肃清 敌北势力 然后再决定今后的动向 向英这个时候 却认为他面临的形势 比陈毅更为严重 6月12日 向英打电报给党中央和陈毅 说国民党正在增调军队 如果军部向东转移 很有可能遭到国军的进攻 转移路线正好在两条河之间 不利于作战 因此新四军军部只能待机移动 陈毅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了 依靠新四军军部东夷 来加强苏南力量的可能性很小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毅然决定率部东夷 6月15日 陈毅再向党中央和向英刘少奇 发的电报中 说道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德勤 或者集中苏南打冷心这两条路 一切应付已经到了穷尽的时候 再不决定 必将导致苏北和苏南两方面受损 在你们没有指示前 我已决心布置 移往苏北 到苏北之后 满南军部方面 一速部署 这个电报发出之后 陈毅一面命令部队准备渡江 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来迷惑冷心 那么陈毅素玉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